- 站住! - 怎么来的? - 怎么来的? - 我不是说你不要来吗? - 你别这样! - 别这么激动行吗? - 我打电话给你的对不对? - 你跟我这么说的? - 我会给你解释的好吗? - 你别这么激动好吗? - 你理智一下行不行? - 好,王硕够爷们! - 我都别怕,叔叔在这儿啊 - 来,介绍一下事情 - 大家好,我叫王硕,今天25岁,来自广州 - 我说一切就有可能吧? - 你的梦想超乎我想象 - 来来来,我们了解一下王硕,你什么时候对小丹有感觉? - 或者你对她有没有感觉,喜不喜欢? - 喜不喜欢? - 你说呀! - 不喜欢是吧? - 你不喜欢小丹是吧? - 你不喜欢小丹,你照顾她干什么? - 王硕,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 是我自己乱想? - 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 你来到这里,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 -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叫我? - 我不叫,我就要这样! - 你怎么就一直这样? - 你俩别吵了? - 你说呀,王硕,王硕! - 不要吵了! - 我照顾她,其实,刚开始是陈宇给我打电话的,要帮我照顾她 - 你这兄弟对他女朋友到底好不好? - 其实我刚开始感觉他们俩挺好的,在一起的时候 - 但包括这次回来,其实我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他们俩能够和平分手 - 你也希望他们和平分手? - 我希望他们和平分手,因为我当初帮了陈宇来去追回小丹 -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发生到这个地方 - 你怎么说的?你现在要我们和平分手? - 你觉得小丹是还喜欢你吗?陈宇? - 我当初以为你回来,你追回小丹,然后小丹还喜欢着你,但现在呢? - 现在是她一个人在闹脾气,我不希望你也跟着上来 - 你们俩和人在一起说我去哪儿了?我们俩还有联系过吗?陈宇? -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关系能好一些,像原先一样,好吗? - 我把你当兄弟才这么做的,行吗? - 王硕!王硕!你把我当兄弟,我也真的把你当兄弟 - 我才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不要来 - 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的,我们解决了,下去再说好不好? - 解决了吗现在?王硕! - 那你来了,问题就出现了 - 你能不能不要说了?王硕,我就想问问你 -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 我现在不想问别的,我想说别的,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 其实我今天是不打算来的,陈宇老师 - 但是小丹也给我发信息,他告诉我,我不来我会后悔 - 有一个秘密他还告诉我? -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什么? - 我就想听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秘密,能让我兄弟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 - 王硕,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 王硕,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们去年一起做的那个项目,你得到消息是亏了钱是吗? - 不信你自己问他! - 这个问题跟这有关系吗? - 到底亏没亏你心里清楚? - 他明显在挑拨我吗? - 我没有! - 你不要... - 我只想让王硕他明白他怎样的一个兄弟! - 你别说话! - 听我解释,你现在告诉我,小丹说的是什么事? - 这个钱,项目的是什么? - 我自己都不知道亏了,赚了 - 他说刚才说是什么? - 他怎么会知道赚了,亏了? - 我想你是不是又回来钱了? - 没回来钱,就回来一次! - 回来多少第一次? - 三十万! - 你给我多少? - 你给我十万块! - 陈宇啊! - 你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吗? - 这十万块钱,我只是暂时打开! - 你不知道我钱从哪来的吗? - 十几万都是我借来的! - 我仅挡那点钱,我都投给你,我相信你可以! - 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啊? - 我跟你讲,我没有想跟你的钱啊! - 能明白吗? - 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 你不是坑吗? - 你不是坑吗? - 啊? - 好,我跟你讲,钱我是打给你十万! - 最近天天到小单家里给人家煮东西吃! - 两人走得挺近的! - 小区阿姨都看着你们两个成双路对的走! - 你让我怎么想? - 你相信老王,你都不相信我是吗? - 我承认我... - 我为什么照顾小单,你不知道吗? - 我承认我当时是错了,但是我后一秒就完蛋了! -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你,你会去照顾他吗? -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后一秒就后悔了,你听得明白吗? - 后悔你有这么有理由吧? - 你不说! - 是真的,我刚刚... - 我告诉你,你这样做,你就是在打我的脸! - 我没有,我不是,我并不是真的想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只是想... - 你才不是挑拨吗? - 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现在关系变成这样! - 变成怎么样? - 就想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 别吵了,行吗? -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够混乱,现在又扯上了经济! - 你是来告白,是说情感的问题,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干啥? - 吴老师,我真的很... - 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钱的事才下算,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不是经济论台,好不好? - 跟他的话,跟他的话,只限于情感之内,不说钱的事,听见了没有? - 接下来是小丹,对陈宇和王朔的告白时间! - 王朔 - 但是你要相信我,真的是一死糊涂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 你要相信我,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我真的不会去看你的钱! - 王朔 - 王朔 - 王朔 - 我真的把你拿到兄弟,你这么对我,你这么... - 错了 - 你真的错了 - 王朔 - 刚才说了 - 王朔 - 前的事,稍后私下说 - 不要再说了 -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了 -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发展到现在会争东西的时候 我想都想不到 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想到了吗 为什么我会把钱给你 让你投资啊 别说 我不就当时你认识 你又说我要去创业吗 别说 那个时候我家里没给我钱 咱俩想创业对吧 咱们两个一能提一个工具箱 跑天桥那去贴膜 结果人家到了网上 我们收餐的时候 跟我们说 土地费一百块钱 要不因为那次 你受伤了住进院了 我还能发个心态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为你是很好的人 是我兄弟 但是你今天做事 你让我怎么去弄 你知道我成语好面 你也知道我成语爱吹牛 我成语这辈子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好朋友 但我是真把你当朋友 当兄弟 别说了别说别说了 以后就再说 真的不想说 钱的事情 我下了台马上把你剩下七万全部打过去 我给你这些钱的数 我就说过 有钱一块转 有事一块考 现在我钱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提了 你明白 我不会跟你商量的 这些事情 是我对不起 我成语 在这里 给你道歉 我也不想 但是小单如果说 他真的喜欢你 听说 没听说 什么 我给你离房带来 我再说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这是VPN 喝 我们下来 老高 喝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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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